連結車載著貨物 執行開在道路上面 又防一輛機車騎在連結車的右側 疑似有發生擦撞 騎士被捲入車底 附近的民眾看到出車禍了 都紛紛上前查看打119求救 18號早上的台中大理德方路二段 路中央在施工 一位19歲大學生騎機車 疑似為了避開施工的路段 並換車道才跟連結車撞上 命喪輪下 連結車的駕駛則表示 不知道自己輾到人了 目前警方還在釐清盜責 不過連結車這種大型車輛 基本上都有加裝防捲入裝置 來避免發生車禍人車被捲入大車底 35公分 立法院18號排審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提案修法制定罰則 根據現行的規定防捲入裝置 距離路面30到40公分 未來可能會再調降到20公分 而且強制一定得加設 再怎樣改良 它一定都是有危險性的 因為你不管再怎樣高 再怎樣低 開車的人或者是說摩托車之類的 如果一不注意都很容易捲入車底 因為像這一類大型車輛不只左右有視線死角 車子正面的三角區塊也都看不到 大車駕駛跟機車騎士高度又有落差 若是在正前方發生碰撞 還是有機率從車頭縫隙捲入 專業人士認為如果車頭車尾再降低 只會增加大車駕駛行駛不便 所以不管有無防捲入裝置 都應該盡量避開危險地帶 大車用路人都多加注意 才能避免害事發生 七遇變成新聞亮無漢女正审理 才以張子民紅彩冷孩中場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